- 生存之記 哈囉大家好我是松明娜 今天呢要繼續分享我們的生存之記 好的那我們上一集呢就是 蓋了這一個 大城牆喔 讓我們這一個 村莊 升級到了一個大城市的規模有沒有 哇我這樣看真的覺得超漂亮的 一座城耶各位觀眾 城耶 喔 當然這一座城目前只是一個 小雛形而已啦 我們今後還有很多的發展空間 比如說這個道路的規劃啊之類的啊或者是 喔反正還有很多東西可以改啊 那今天呢我記得有觀眾說 城門可以把它改成就是 呃有有柵欄的你知道嗎 有柵欄的城門 看起來比較像城門 比如說 我這邊有很多山木柵欄是不是 給他這樣子 唉 把他 圍起來 像是這樣子有沒有 看起來就比較像城門了 不過這一塊應該還要再打掉 應該要像這樣比較像 嗯 看起來就真的很不錯有沒有 不過蓋這種城門的話 會有一個缺點就是 很難進出啊 所以說也有其他觀眾建議我就是 蓋一個 自動城門出來喔 我從來就沒有蓋過自動城門你知道嗎 感覺還蠻有趣的 所以說呢這個就是我今天的目標喔 蓋一個自動城門 嗯 可以 不過要蓋自動化的東西的話 各位也知道會需要紅石嘛對不對 所以說我必須先回家來燙 那回家的方法我早就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 這裡 我在這邊蓋了一個地獄門出來 這樣就可以方便我們快速回家 私底下我已經把路給燙完了啦 大概就 唉唉唉唉 啊唉唉 shit 告訴你我可是調查兵團的喔 OKOK幹掉 不要想惹我啊水母 其實如果私底下蓋 地獄門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 其實我一開始進地獄門的時候是連接到這個地獄門 我覺得超扯的 各位還記得這個地方嗎 這地方是我那個 為了要把水母帶去主世界 所蓋的一個地獄門喔 各位看這個是最大的地獄門 然後我還在這邊鋪了一堆石頭 其實我已經忘記為什麼要鋪石頭了 不管 所以說我一發現這個錯誤之後 我就馬上修正坐標了 那現在的話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一些石頭啊 就是我之前用走的走的去所做的一些路標 稍微帶各位去看一下 其實不會很遠啦 就 還蠻近的 當我們走到這裡之後呢 可以經過一個隧道 然後在經過隧道之後呢 欸 就可以看到我們熟悉的場景 火費 到了到了到了 這個門我已經忘記是幹嘛的了 不過不重要 重點是我們可以輕鬆的回來了 喔 不知道多久沒回到家了耶 有種懷念的感覺 好的 那既然我們已經平安回到家了之後 總之先補充一下物質好了 補充我們的紅石還有食物啊之類的 順便石頭也帶多一點 不然我石頭都用光了 好的 那材料的話大概就先準備這樣子應該就夠了 我特別準備了那個 棕色的混凝土喔 其實不一定要混凝土啦 你也可以用那個沙子或栗石 反正就是 呃 讓他可以這樣掉落的都可以 為什麼我會需要準備這個呢 呃 等等 各位就知道了 總而言之我們現在就 先 先回去吧 回到我們的城市那邊 啊 還有 順便多帶旗幟走好了 各位還記得我們這個紅月旗嗎 有觀眾也說到就是 可以把我們的旗幟有沒有 掛在城牆上 這樣子會比較好看一點 呃 好吧 那我們也多複製一點 旗幟出來喔 然後各位應該還記得那個旗幟的複製方法 我就不贅述啦 這樣就可以變兩隻出來 多做幾隻出來有沒有 好的 我們再一次回來了 那現在就開始我們的 自動城門建築計畫吧 那首先呢 我們現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先把我們的地板清 呃 不是清空 挖 挖 挖深一點 因為我們這下面是要買機關的啊 各位知道嗎 先挖這樣子好了 欸 這樣不夠 還要再挖一個 挖四格 挖四格 挖完四格之後呢 我們就先拿出我們的活塞和黏性活塞 先用黏性活塞鋪底喔 先這樣子吧 然後再放我們的活塞 然後這邊這邊很重要 沒錯 然後就放上我們的混凝土 其實我不用帶那麼多混凝土才對 而且我們感覺混凝土顏色怪怪的啊 是我的問題嗎 這裡感覺好怪喔 大概就長這樣子 就是黏性活塞 活塞 然後混凝土兩層 有了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給他 呃 各位看囉 嗯 推上去 然後 再推上去 這樣子就等於 把我們的成本打開的意思 然後我們就可以留兩個路給我們走 然後紅石挖掉 讓他充能失效之後 欸 混凝土又會掉下來 各位懂我的意思了嗎 所以說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給他觸發 單次的 呃 紅石推動 所以說我們先 先拿泥土啦 隨便拿 補起來之類的 然後呢 放 中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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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再給他蓋起來 然後在這一個 對 就是這一個 是技術是這一個喔 不是下面這一個喔 這邊也放中繼器 然後下面的岩石 只要長一點 因為這個要 呃 比較慢收 懂我意思嗎 然後呢 就可以拿出我們的紅石 把他們全部連在一起啦 這個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這 空間有點狹窄 不是很好弄耶 我發現 空間有點太小了 OK 就像這樣子有沒有 給他這樣連上來 漂亮 然後 我們的成本就完成了 真的 就這麼簡單而已 這個邏輯就是這樣子啦 給各位 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放了一顆 紅石之後 欸 放在這裡 欸 推上去 然後再挖掉 下來 很簡單有沒有 我知道各位觀眾 一定聽不懂他講什麼 沒關係 總之我們先把 呃 總之我們先把 柵欄給插著啊 插著 先插在這邊 把它插滿 OK 就像這樣子插滿了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 把它連上來 然後 翻顆 喝紅石 算你用按鈕好了 來來來 我們把線拉上來 然後在這邊按一個按鈕 然後給他 點下去 他就會推上去 然後掉下來 我們的城門就打開了 有沒有 然後他就關不起來了 沒錯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 呃 我在蓋這個 自動城門的時候 就很擔心的東西 他 他那個 太高了 你知道嗎 他 他會穿出來 來 這不太妙真的 總之我們先把這個 按鈕一個位置 我想要把按鈕放在這邊 嘿 我們可以在這邊放個按鈕 然後 呃 這應該怎麼連下去 比較好 隨便啦 白癡連法 慢慢連下去 反正我把它接起來就好了 OK 九強醬子 全部 接起來了 很好 然後呢 我們可以試試 再試試看 很好 我們做完了 打開城門的機關之後 現在要做的呢 就是 關閉城門的機關 那這個 也很簡單啦 甚至不用用到混凝土了 你就把它從上面推下來就好了 這個 這個小孩子都會做啊 你只要會做往上推的 就一定會做往下推的好不好 我覺得我們這個城牆這邊要加高 不然的話 這邊會很麻煩 我們先這樣子好了 弄這個高度 然後我們要在 一格兩格 第三格的地方放上石頭 然後用 用這個活塞 誒 放錯 用這個活塞給它接下來 好啦 那我們現在有了這個 往下的機關之後 就一樣啦 把它連起來有沒有 誒 這樣子 這格一樣是放中繼器 然後這個要 額 這個要把它延死 然後比較慢 然後下面這邊一樣 把它接出來 誒 這邊 反正這邊跟下面是一樣的啦 就 一樣 然後給它連紅石出來 然後再把它們接在一起 誒 誒 誒 喔 反正就是這樣子 像這樣好了之後呢 我們再給它放個紅石啦 放紅石給它觸發 然後它應該就是 誒 推下去了 有沒有 額 額 郭光仲 就是這麼簡單 接著呢 做好這個機關 呃 往下推的機關之後 我們只要 我們再做個按鈕好了 做個按鈕放在 放在另一邊好了 怕搞混 放在另一邊 右邊是開門 左邊是關門 然後呢 在這一格的地方給它 放個 放個紅石訊號上去 紅石火把 登登登 然後呢 放這一根在這裡哦 然後這個點了之後 它就會洗掉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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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沒錯 這樣子給它向上傳輸 這個就是向上傳輸了 給它向上傳輸到 呃 這個 這個可以這個可以 暗的地方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接過來就好 誒 這樣子應該就OK了吧 我們稍微來測試一下哦 我這個接的話應該是OK的 對 應該是可以 來來 我們下來測試看看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 主體其實已經蓋完了 雖然說上面和下面有一點醜 不過先將就一下 好 算了 先把它埋起來好了 這邊把它埋起來 OK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上面醜醜的 不過沒關係 我們可以利用右邊這邊來開門 推上去 然後這個 歷石掉下來 然後再從左邊這邊 關門 哦 nice 是不是是不是 我們的這個自動城門 就是這麼簡單 蓋好了 等一下我 我教這樣子 各位觀眾真的聽得懂嗎 上面這邊換掉好了 這個不需要 我們換成 這個 柵欄 這樣子 嘿 再開一次 然後再關一次 再開一次 誒 這樣開一次 其實還蠻帥的 各位可以看到上面就是 蠻像城門 機關式的感覺有沒有 然後再關下來 好啦 不管 總之我們蓋完這個機關之後 現在要做的 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把它美化 對 把它美化 不過你 究竟要怎麼美化比較好啊 它這個 凸成這樣子 我要怎麼改啊 好啦 不管 總之我就盡我的全力好不好 把它稍微來換一下 好 但攻擊中我稍微花了一點時間 把我們的 城門給裝飾完了 噠噠 其實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我們先打開城門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我覺得是不是不應該用這個 這個顏色的混凝土 是不是用綠色的或者是 我不知道 總之我覺得用這個混凝土感覺快快了 那我們現在外面 呃 不是外面 我們現在裡面 給各位看完之後 外面其實不一樣哦 外面我加了很多的裝飾 可是 這邊很多裝飾 然後可是我們的塔有沒有沒有裝飾 我覺得 哪裡怪怪的 不知道為什麼哦 我是不是不應該給它弄 這麼多裝飾啊 感覺 很突兀耶 只看這樣子還不錯啊 可是 往左右看就怪怪的 好 不管 關門 然後不要問我說 為什麼城的外面不要放按鈕 讓我們可以走出來的時候關門 我要在這邊跟各位講 城門的外面是不會有按鈕 不會有拉桿的好不好 哪個白痴蓋城堡 還會把那個 城門的按鈕放在外面給人家拉 對不對 通常都把是自己 自己 按自己關 對不對 好啦 不管 那之後的話 我應該就私底下啦 私底下把我們的 另外兩個城門也都改成 像我們前面這邊這樣子哦 因為也只能改成前面那樣子啦 不然的話 目前以這樣子格式的話 是蓋不出自動成本的 沒有東西擋起來啊 對不對 其實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插了旗幟哦 可是好像很不顯眼 我們飛上去看一下 飛上來看我們的旗幟 好 完全看不到 完全不知道有沒有旗幟 其實根本看不出來啊 各位觀眾我真的需要插旗幟嗎 這旗幟根本就有跟沒有一樣 蛤 各位觀眾 麥塊的旗幟是不太小跟了一點 而且它不會飄 你知道嗎 它不會 像那個一般的西式旗幟一樣 會往左飄起來 唉 好啦 我之後再把整個塔有沒有 這種塔的地方 一個一個都插滿旗幟啊 那就私底下再慢慢做就好 好 那我們今天的自動成本 就這樣子 告一段落了 感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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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